洛克菲勒加信 八 忠诚于自己 作者 洛克菲勒 严硕一 我可以欺骗敌人 但绝不欺骗自己 要求我已成相待的人 是想在我这里捞到好处 命运给予我们的 不是失望之久 而是机会之悲 1899年11月29日 亲爱的约翰 心情好一点了吗 如果还没有 我想你需要了解点什么 你需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绝大多数的人 都不免受一种 特殊力量的驱使 这种力量 可以轻而易举地 剥落紧过我们人性的外衣 将我们完全裸露在阳光下 并公正地将我们 圈定在纯洁与肮脏的图板上 以致让我们所有的辩护 都变得苍白无力 无论我们多么伶雅历齿 它就是检验我们人性的 试经石 利益 换句话说 利益是光照人性的影子 在它面前 一切与道德 伦理有关的本质 都将现行 且一览无语 也许你认为 我的话有些绝对 但我的经历 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我不是人类史学家 我不知道他们将对人之所以高尚与丑恶 做出何种解释 但我的人生历程让我坚信 利益似乎无间不摧 它可以把本可彼此平静度日的人 种族 国家 拉在一起 彼此尔虞我诈 刺刀见红 在那些骗局 陷阱 乃至诽谤 污蔑和诋毁 以及残酷无情的血腥争斗 和强盗士的掠夺中 你都会发现 追逐利益的影子 在这个意义上 与其说 我们是自己心灵的主人 倒不如说 我们是利益的奴隶 更准确 我可以断言 在这个世界上 除去神 没有不追逐利益的人 自你走入 人与人往来的那一刻起 一场旷日持久的人生牟利游戏 就开始了 在这场游戏中 人人都是你的敌人 包括你自己 你需要与自己的弱点对抗 并与所有将快乐 建筑在你痛苦之上的恶行而战 所以 当我看破这一切之后 我一直坚守着一个原则 我可以欺骗敌人 但绝不欺骗自己 回击正在射杀我的敌人 永远不会让我的良心不安 儿子 请不要误会我 我无意要将我们这个世界 涂上一层令人压抑窒息的灰色 事实上 我渴望友谊 真诚 善良 和一切能滋润我心灵的美好情感 我也相信 它们一定存在 然而 很遗憾 在追名逐利的商场中 我难以得到这种满足 却要经常遭遇出卖和欺骗的打击 直到今天 我还能清晰地记得 数次被骗的经历 那才叫刻骨铭心呢 最令我痛心的一次被骗 发生在克里弗兰 当时炼油液因生产过剩 几乎无力可图 很多炼油商已经跌落到破产的边缘 还有 克里弗兰远离油田 这就意味着与那些处在油田的炼油厂相比 我们应要付出高昂的长途运输费用而使自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我决心改变它 要大规模收购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炼油厂 形成合力 统一行动 让每个人的钱包都鼓起来 我告诉那些并临倒闭的炼油厂主 我们在克里弗兰处于不利地位 为共同保护自己 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 我认为我的计划很好 请认真想一想 如果你感兴趣 我们会很高兴与你共同磋商 也由于善良的愿望和战略上的考虑 我买下了许多毫无价值的工厂 他们就像陈旧的垃圾 只配扔到废铁堆里 但有些人竟然如此邪恶 自私和忘恩负义 他们拿到我的钱后 便与我为敌 肆无忌惮地撕毁与我达成了协议 卷途重来 用废铁变成金子的钱 购置设备重操就业 并公开敲诈我 要我买下他们的工厂 这些人都曾要求我诚实 让我出个好价钱 收购他们瘫痪的工厂 我做到了 然而 结果却令人痛心 在那一刻 我的心情糟透了 我甚至自责 我不该太诚实 不该太善良 否则我也不会落到四面楚歌 一筹莫展的境地 最令我不可接受的 是在牟利游戏中 今天的朋友会变成明天的敌人 这种情形常有发生 我的两位教友就曾无节制地多次蒙骗我 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不想隶属他们的罪恶 但我可以告诉你 当我知道我一直被他们欺骗的时候 我震惊了 我不明白 与我一同祷告 虔诚地发誓 要摒弃骄傲 纵欲和贪婪之心的人 何以如此卑鄙 历经种种欺骗与谎言 我无奈地告诉自己 你只能相信自己 只有如此 你才不会被人蒙骗 我知道这种略带敌意的心态不好 但这个世界 有太多太多的欺骗 提防 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生存技能 跟混蛋打交道 会让你变得聪明 那些邪恶的老师 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如果现在谁要想欺骗我 我估计会比翻越 科罗拉大峡谷还要难 因为那些魔鬼 帮我建立了一套 与人打交道的法则 我想这套法则对你会有所帮助 我只有在对自己 有利无害的情况下 才表现自己的感情 我可以让对手教导我 但我永远不教导对手 无论我对那件事了解有多深 凡事三思而绝 不管别人如何催促 不考虑周全 绝不行动 我有自己的真理 只对自己负责 小心那些要求我已成相待的人 他们是想在我这里捞到好处 我知道欺骗只是牟利游戏中的策略 并不能解决问题 但我更知道 牟利游戏在夜以继日的进行 所以我必须从早到晚保持警惕 并且明白 在这场游戏中 人人都是敌人 因为每个人都先顾及自己的利益 不管是否对他人有利 重要的是如何保护自己 并随时随地的备战 儿子 命运给予我们的不是失望之久 而是机会之悲 振作起来 发生在华尔街的那件事 并没有什么了不得 那只是你太相信别人而已 不过 你需要知道 好马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爱你的父亲 感谢观看